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一下我們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車型呢 是EC05 然後我們來看一組前叉 這個是前陣子的麥克商庫 我們有做的一個台灣的一個首發 就是GJMS的一個這個掛屏的 GOGO 2 EC05 以及宏佳騰AI1專用的一個 掛奶瓶的一個前叉避震器 那這個是這個麥克商庫機的新品 在我們台灣GJMS 感謝他讓我們在這個台灣地區 做一個首發的一個一項 前避震器的一個商品 那這一組避震器的名稱就是TCD2000 那之前呢 GJMS在前叉的部分 對於這個GOGO 2 以及EC05這些車型來說呢 有兩個只有兩種的一個選擇 第一個呢就是沒有掛屏 就是他我們現在把屏子的地方 把它遮蔽掉 就是大概是這個造型 第二個他只有對視的卡座可以用 那經過這個GJMS呢 一直的改變 然後呢 終於他推出了一個原廠掛屏的一個 氣瓶的一個TCD2000的一個款式 那多了一個奶瓶喔 真的是畫龍點睛的效果 讓整車的一個視覺上呢 看起來更加的一個漂亮喔 比例上會更加的協調 感覺上如果你沒有一個氣瓶 就好像就有一點 恩要怎麼說 好像就有一點 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那整個外觀上看起來好像就有一點 有點恨鐵不成鋼的這種感覺在喔 然後那有了氣瓶以後呢 那當然整體的視覺上會變得更協調 那加上原廠設計的一個 輻射卡鉗的一個卡鉗座 一個設計 讓整個在前面的一個機械結構感 更加的一個強烈 那特別說明一下 它有TCD2000 GOGO 2 1705這組專用的一個前叉呢 它是最新設計的一個款式 那當然它是延續TCD2000 不是延續TCD2000 Pro 所以呢 它的氣瓶是屬於裝飾性的一個氣瓶 並非採用這個真正的有效的一個氣瓶 那我們都知道喔 有效氣瓶在GJMS的價格上呢 當然更往上跳了一層 那以實際上呢 麥格叔叔我們下去做測試 以及要去做騎乘呢 這組的前叉非常的Q彈 非常的Q彈 那尤其你像行徑比較爛路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感覺到手會痛的那種感覺 那像有些車型的前叉避震效果 你雖然換了但是硬方方 尤其你去跑譬如說 像比較差的地方 像司馬庫斯啊這些等等的地方 你手就會震到會痛 那這組避震器呢 在這次我們 我們雖然沒有把車騎到這麼遠的地方 但我們測試了許久 測試了好幾天 事實上我們拿到這組避震器 已經大概有兩個禮拜的時間了 那這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試用上 尤其在市區是相當的舒適 相當的不錯喔 然後在回饋方面也非常的Q彈 不會有這種死硬的感覺 然後在這個尤其在下壓的部分 它會有效的減緩你下壓的一個衝擊 那回彈的速度也不會太快 那尤其呢 我相信在GZNS呢 他們專門做避震器的一個實際上 經驗已經非常多年 那尤其之前還得到那個 澳門的Gramfix的這個 電動車的150級區的這個 澳門地區的一個冠軍喔 所以他們避震器絕對有一定的品質 以及相當的一個程度的一個功力上的一個設計 那有些比較真的比較差的檢查 我們還是有遇過 就是你在回彈的時候 常常會有比較 尤其特別彈跳的路 你會有叩叩叩叩的聲音喔 那相信這個 這一組避震器我們測試之後 是完全沒有這邊的問題 所以呢 這組避震器呢 個人覺得是相當的成熟的一組避震器 那在1705 那在GoGoGo2上面使用呢 我相信都有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效果 那尤其呢 這次非常開心的 他有做了100mm的一個這個 呃 輻射卡座喔 當然原廠也是輻射卡座 但原廠的活塞真的是太小了 真的太小太小了 那我們換上了安科的4顆大活塞的一個 輻射卡鉗 當然這個卡座也是對應原廠的一個 這個卡鉗是可以裝的 那當然 呃 在做一個改裝的卡鉗的一個部分 那事實上呢 直接使用100mm的恐懼的 不射卡鉗就可以做直接一個安裝 那碟盤當然使用原廠的一個尺寸就可以了 這是沒有問題的 喔然後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那另外一邊呢 因為沒有卡座的一個部分 他整體看起來更加的一個簡潔 那加上這個 車主有改了這個 呃 炭纖維的一個短板的一個圖書 喔 讓整體視覺上 把前輪整個 進空出來喔 是真的還蠻漂亮的 那 那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賣個參考集的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